挖土機開挖 用繩子把擱淺的貨輪固定 想趁著年度天文大潮 西南部和東北部沿海潮位偏高 一路往外海方向拉 讓船隻有機會拖潛 大雨狂炸小琉球 民眾被淋成落湯基 只能趕快躲到屋簷下避雨 大潮加上風向影響 天氣不穩定 氣象署也針對兩個縣市 發布大雨特報 西南風不斷要帶水氣進來 所以今天在南部地區 要留意可能會有局部的短延時 豪雨中部地區也會有大雨 其他地方的話 雖然目前都還是屬於多雲的天氣 不過要留意中午過後 可能會有午後雷震雨 並且可能會有局部性的大雨 受到地壓帶和西南風影響 19號到20號清晨 南部要盛防大豪雨 中部離島以及東北部 也有局部大雨發生 到了20號白天水氣減少 降雨稍微趨緩 中南部離島 雙北和宜蘭地區有午後雷震雨 21號到25號太平洋高壓增強 中部北部及宜蘭花蓮有午後震雨 南部則是零星降雨 它受到太平洋高壓的導引氣流 大致上是比較以偏北的方向去行徑 特別是在20 21號 甚至在22號這段期間 要去韓國旅遊的朋友 一定要多加留意這個颱風帶來的一些影響 第九號雲雀颱風生成 不到一個晚上就達到清台規模 預計會往北登陸韓國 雖然不會對台灣造成直接影響 但後續也會引進水氣和西南風 也提醒中南部民眾要嚴防好大雨 3新聞高官室王沛華 SNG小組台報導